云南青子游第一站 石灵世界地质博物馆公园 被称为天下第一奇观的博物馆 等一下就到这里面去玩啊 衣服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旗子呢是不一样啊 小旗子啊全程跟着旗子走 人特别特别多 然后咱们团的小朋友特别多 然后咱们很多小朋友 他不会用电话啊 然后没带电话 所以那千万千万带好你的小朋友 今天旅游的人是人山人海 都是人头你们看 这人真的是太多了 云南来旅游的人太多 第一届选委主席龙云来到石灵 那他来石灵呢是他 石灵是来考察水利耕城啊 那他来到这里看到这里 石头城民非常漂亮 给这个地方呢取名石灵 当时这个地方叫李自庆啊 不叫石灵 那1978年的时候呢 石灵平常正式的最外开放 当时售卖的门上价格呢 是五分前啊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 右手边这个湖头 咱不就简单看一下啊 不太多了 这个湖呢是 1995年的时候 咱们周恩来总领来到石灵啊 他参观完石灵之后呢 觉得石灵非常漂亮 但是觉得有点可惜 为什么呢 因为石灵有山没有水 在中国人的神灵里面啊 有山有水呢 才是好的风景 果然大石头啊 大不对 要去发挥想象力 相反靠石头长相 跟上跟上 大家去想象 这个石头咱们从断裂层往上看啊 像一个长翅一飞的老鹰 左边翅膀打开 右边翅膀正准备打开一个长翅一飞的老鹰 这里呢也叫大鹏长翅啊 但咱们周恩来总领来的时候 1955年 新中国刚成立六年 他希望咱们新中国像这个大鹏鸟一样 长翅高飞快速发展 所以呢他在这拍照留念 当然大家喜欢的也在这拍一拍啊 这个就是石灵里面最有名气的一个大石灵里面全是山 这人太多了都挤不过去 后面都是头 好快了快了快了 好准备 开始了啊 耶 这个字很简单 没人能打出来 看一下 这个来石灵打卡的人有多少 你们看看 全是个人头 全是人头 你看 这石灵这里人可超级的多 太多了 密密麻麻全是人 那都挤都挤不过去 千张蝶翠 琴风臂力千张蝶翠 琴风使的就是咱们石头 臂力就是啊 像大开一样 这个石头 很漂亮 我就开这个 少数民族舞蹈 都是大爷大妈 上面长相 气氛靠大家想象啊 像不像一个 哇塞 啊 回过头书自己礼貌的一个 天鹅啊 这个石头比较好看 来走 小朋友先走 这个洞好转啊 超级窄 哇塞 穿过这个山洞 哇 这感觉一现天啊 啊 这里还有 我去这 这条路好好难走 这两个是夫妻石 哇塞 真的好像一对夫妻 从这里摸到头 对来摸过去摸过去 哇这个这个石头很光滑 这个石头 特别光滑 哇这个石头不错 很光滑 很光滑 不错 阿斯马石像应该就是他吧 应该就这个了 对吧 这个对象石像了对不对 阿斯马石像 对